二十三情報,不浪費能提高品牌好感度 2015年7月10日專欄作家P48企館由到何麗絲人人都不要做大激的 不浪費食物的美得幾乎是世上供應的飲食文化 之前,曾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參加宴會 接近結束時,餐廳經理發現疾感與生片尚未吃光 覺得若將沒吃完的乳生片直接丟進垃圾箱會太浪費 於是主動向宴會主辦人建議 由餐廳廚師將乳生片造成壽司讓賓客帶走 在得到宴會主辦人同意後,適應門將乳生片納匯廚房 重新造成厄壽司或壽司卷,甚至針對不同壽司的差異 以敲、厄、卷等不同料理手法製作 一絲不苟,而且盛裝得十分整齊精美 這種不浪費的主動建議 不但深刻地提高宴會主辦人對餐廳品牌的好感 其善用吃性的乳生片去製作壽司的貼心服務 更獲得賓客們的喝彩 不浪費的飲食文化當然不是日本專美 關注環保的香港從業園,亦盡心盡力 集團除了積極與環保機構環保紅貓及食得好緊密合作 將燕匯的盛食及賣性零售食品捐贈與有需要人士 亦鼓勵顧客珍惜食物 部分菜式如煲仔飯吃至尾星時 我們會建議顧客加湯、蔥花、圓須與飯焦同吃 此乃最有風味的食法 又如韓式部隊鍋 於湯要吃完時加入白飯 凝聚所有精華的湯泡飯 又是另一款美味 除了消息 如果你 你 說 我 嗯 你